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爹, 还是换一种称呼吧, 我还没到那种年龄呢。 好, 妈妈。 你们, 进展很快啊。 可让你找到取消我的机会了, 大小姐。 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非得这么称呼我。 是因为和孩子们相处多了吗? 哦, 对了, 刚才我和葛磊修谈到了在画室遇见的怪物。 真没想到, 那也是她的画作。 是的, 芽姨大小姐。 啊, 又变成我的样子了。 真糟糕。 我可不希望她画出什么让人难以接受的东西。 你也注意一下和她接触的时间吧。 等等, 你那句话的意思是, 那些怪物是葛磊修在受到了别人的影响后创作出来的。 嗯。 先说好, 我不对真实性负责。 但是, 她只有在沾染上什么后才会开始作画。 也就是, 让那些他人留下的颜色脱离, 落于纸面。 和普通的画作, 会有什么不同吗? 虽然只是一些译文。 据说, 她的话虽然是能被轻易损毁的反物, 却能对观看者的认知产生某种影响。 而究竟是什么样的影响, 就取决于她此前在和谁相处了。 是伊甸告诉我的。 据说, 葛磊修在与千杰有过一段接触后, 留下的那幅画作, 曾险些让一整片城区毁于内乱。 是这样吗? 所以, 因为往事乐土是认知构成的空间, 她在这里也能创造近似实体的怪物。 没错, 但也不一定就是怪物。 确切来说, 应该是一个人内心镜像的巨线吧。 我们之前见到的那些, 估计就属于科斯魔了。 能让自己内心的怪物那么顺服, 她也不简单呢。 这样的话, 我倒是很期待葛磊修接下来会画出什么了。 不过, 我们当着她的面谈论这些, 没关系吗? 怎么, 你还真把她当成一个孩子了? 再怎么说, 她也是一位英杰。 经历过的事, 恐怕远超你我想象。 。 原来她的确不知情。 算了, 或许是这样吧。 。 如果我们在场, 也许林就不会。 嗯? 你好, 来访者。 请继续吧。 我没有想到自己会打断你们。 不必介怀。 我们仍有漫长的时间, 用于咀嚼往事。 你心中的困惑 似乎愈发质重了。 来访者。 这也是我来找你的原因。 苏, 我们曾经谈起过 精神感知型的融合战事。 那时, 你说自己只是众人之一。 并且, 其中一些人身上 还会出现近似突变的异能。 的确。 那些能够为人所注意到的能力 只是个例。 大部分人身上的变化 细微到难以被单独分类。 并且, 成为精神感知型融合战事。 往往会让当事者的认知 产生不可侧夺的疾变。 很多人原本可以在战场上绽放光滑。 但他们的精神状态 让他们难以再胜任这一类事物。 甚至 就此站在了人类的对立面。 那么,苏, 在这些人当中 也有能够预知未来的存在吗? 来访者, 看来 你已经见到过阿波尼亚了。 严格来说, 不能算是见到。 而是更像一种 连续不断的梦见。 是的。 我自己也有利用幻境 与人沟通的习惯。 这或许 是精神感知型共有的特性吧? 它 向你阐释了自己的所见吗? 所见? 没错。 只是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相信它。 你也曾 数次提起过自己的预见。 我可以以它作为类比吗? 我的预见 是基于过去曾有过的进程 以及预示者的性格。 恰如已有之事 后必再有。 当一切式的组成部分固定下来时, 在我眼中,其结局也就已然注定。 而阿波尼亚的所见 与此不同。 它能够通过接触他人 完成看见现实之上的行为。 抱歉。 对此我难以进行总结。 希望这么比喻能让你理解。 交谈的沉默 比话语更能传达言者的心声。 肌肤的呼吸 比意识更了解你的生命。 关节的响声 气息的流向。 每一种基因的表达 通过他们,可以轻易读出一个人的曾经, 洞悉他的所向。 只要你能听懂他们的语言。 我们都对察言观色有所体悟。 而阿波尼亚,她生来就拥有天眼。 她所陈述的并非判断, 而是涌现在她眼中的事实。 她在上部明晰原理的时候, 就已经学会将其应用。 而成为融合战士, 只是进一步放大了她的这项天意。 或者说诅咒。 可就算是这样, 她能够预言的事也太过广泛了。 如果一个人真的具有这种能力, 等于是宣告人类从未拥有过自由意志。 有没有可能, 那仅仅是一种假象呢? 既然精神感知性融合战士, 都拥有影响他人认知的能力。 或许,她所看到的未来, 只是在施加暗示后人为创造的事件。 哪怕是一个普通人, 同样有可能通过周密的布置, 在某种程度上做到这一点。 症结就在于此。 阿波尼亚, 的确是我们当中最为优秀的精神感知性融合战士。 但主导所有未来这一点, 绝非人力能够达成。 也就是说, 你认为她所言非虚。 阿波尼亚能力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或许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的答案。 但如果我们都是被命运摆弄的木偶, 那么她也身处其中。 只不过, 她能够看到那富于众人之上的体现。 仅此而已。 是什么? 是什么? 我叫她带郑的最后一位, 仅此理性。 是什么? 我叫你回来。 我叫你回来。 在某种程度上的女孩。 我叫你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一场华丽的舞会吧 你一定也在期待和我相遇 要帮我拍张照吗 一定要选最好看的角度哦 来一场华丽的舞会吧 飞起来喽 精心急嘛 准备抓到你了 轻心滑过的时候 要记得许愿啊 股掌是基本的礼 明白了吗 来一场华丽的舞会吧 飞起来喽 轻心滑过的时候 要记得许愿啊 轻心滑过的时候 好高好高 小心脚下 小哥 哼 欢呼吧 此刻盛大开眼 快得够眼啊 来吧 来一场华丽的舞会吧 抓到你了 逃跑不掉哦 准备好够武艺去了吗 我的心意 要好好收下哦 不先行 好高好高 要踩好节奏哦 要踩好节奏哦 哼 哼 矿幻的供眼哦 小心脚下 以我为始 以我为终 彌心急嘛 哎 老哥 嘿嘿 余心急嘛 往事樂圖 拉一場華麗的舞會吧 這才是驚喜 別心急嘛 逃不掉哦 準備好過五一去了嗎 別心急嘛 哥雷修 他 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集吗 灯营吗 灯营吗 后背方 还 来一场华丽的舞会吧 抓到你了 准备好供武艺去了吗 平心急吗 星星划过的时候 要记得许愿啊 准备幻幻的共演哦 小心脚下 哇 好高好高 要踩好节奏哦 魔法的时间结束了 抓到你了 别心急吗 准备好供武艺去了吗 我的心意 要好好收下哦 你无须撑 你无须撑 别心急 开心 要有什么 你用这个 挑选 赔心 我 可以 就是 到了 给 好看吗 幻幻的共赢哦 别心急嘛 抓到你了 稍等一下 来一场华丽的舞会吧 随风飘扬的群 绝心急嘛 抓到你了 准备好共舞 绝心急嘛 璀璨光芒 照耀大帝 轮回无尽 生生不息 幻幻的共赢哦 射中抓到你了 绝心 绝心 一定要说的话 对第三律者的武装 我也是尝试过的 哦 只不过已经是令人羞耻地 咱俩 不过已经是令人羞耻地 咱俩 不过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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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我抓到你了 放心吧 問題走 那一場華麗的舞會吧 我抓到你了 逃不掉哦 準備好孤別星級嗎 抓到你了 璀璨光芒 照耀大帝 哇 好看嗎 幻幻的共演哦 哇 幻幻的共演哦 哇 哇 好高好高 要踩好節奏哦 魔法的時間 結束了 這就對了 我想看 這就對了 我想看 那一場華麗的舞會吧 哇 哇 蛤 別星級嗎 抓到你了 準備好孤一去別星級嗎 璀璨光芒 照耀大帝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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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场华丽的舞会吧 要跟上我的变心极吗 很热情呢 抓到你了 变心极吗 抓到我的心意 要好好收下哦 要踩好节奏哦 好看吗 慢换得过眼哦 小心脚下 别心急嘛 抓到你了 我是很想给你进行一些准备 不疯狂 不疯狂 你真是想让你带她 对ordea 你真的想要用 你真是乱说 对比你们变身 你真是小的 我真是小的 你不是争照鬼 争照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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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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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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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恨夕 嘿呀 哼哼 呀 梦想的共演哦 要踩好节奏哦 这一场华丽的舞会吧 来一场华丽的舞会吧 嗨 等你好久了 抓到你了 别心情 璀璨光芒 照耀大帝 飞向远天吧 小心脚下 可爱的少女心 可是无所不能的 好高好高 要踩好节奏哦 这一 无瑕的时代 抓到你了 逃不掉哦 别心情嘛 抓到你了 轻赴城里 远超人类所想 来一场敞开心扉的交流吧 璀璨光芒 照耀大帝 剑好就收哦 嗯哼 漫幻的共演哦 要踩好节奏哦 哼 这束鲜花 要心怀感激的收下哦 小心脚下 魔法的时间 结束了 逃不掉哦 别心情嘛 抓到你了 抓到你了 别心情 璀璨光芒 照耀大帝 我把我把我给你了 好 你把我给你了 拥了 我把我给你了 看你了 再来 那个 我可以了 那些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 你跟他伤感了? 你跟他一樣嗎? 我差點這麼聽,太好了... 這會很難找到嗎? 為什麼會在這地方出現? 還有... 這位菲利斯又是.... 他可能不知道叫他來打算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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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